其實我是在15分鐘前才被阿鳳問到MDWA上去講一下 我還缺一個人 所以我是馬上被拉上來的 那我想分享的這個Date是 我是跟阿鳳是在一個SOP Startup Leadership Pro 一個算是給 Startup Entrepreneur MBA 的一個課程認識的 這個Date是我展示給那個課程 他們要interview 我們的時候 我所做的一個interview就是解釋 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想做什麼 然後我想透過這個Date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我人生中裡面 我怎麼去發現我的興趣、喜好、熱忱 對到我覺得現在稍微感覺有點使命感 透過我很多的一開始想我喜歡做什麼 然後去試 然後了解了 然後再改變方向 所以一開始像我剛剛兩分鐘的時候講說 其實我是小三的時候就是去了澳洲 那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澳洲成長 然後我小時候畫一個火箭的圖 超小的時候 我媽帶我去學畫 那時候我不知道不知道畫什麼 然後我讀到那個大學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選了去做火箭 去做航天的課程 那那個時候其實那個過程是我跟朋友比賽 看誰可以進到這個課程 因為那個時候在澳洲是最難的課程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是我的熱忱 我想要去做這個火箭 然後跟小時候的字幕畫有點關係 所以我去搞這個東西 後來大學畢業了以後呢 我去了波音工作三個月 我以為那個是理所當然我應該幹這個事情 後來就這三個月以後呢 我發現進去以後呢 他是在一個離城市 大概開車半個小時的一個工廠裡面 充滿了澳洲的男人 穿著拖鞋跟短褲 然後我們就是看著電腦 然後去設計火箭 工作三個月後我覺得 哇靠這個不是我人生該待的地方 我覺得我應該待的地方 我想要的地方是至少有一半的員工 應該是女性吧 至少我們穿個西裝上班吧 然後不要再是一個離一個城市 三十分鐘遠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工廠裡面工作 我不想我人生會變成這樣 Great 我離開了 然後雖然我那個時候學工程 我跑進了那個管理顧問公司 叫Ascension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 Why Great 有一半的員工都是女孩子 年輕女孩子 然後又穿西裝上班在城市裡面 然後又可以到處飛 我覺得超棒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找到 我熱愛的東西 我覺得不吃興趣 因為我愛幹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就去了很多銀行裡面 去幫人家說 你這個東西不好 你應該用這個方式做 然後你應該付很多錢去做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工作呢 一幹就是五年 那飛了很多城市 然後也接觸了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客戶 見識到很多不一樣的人 我發現 我熱愛跟人溝通 我熱愛跟人家去解決問題 但是過這五年以後 大概說二十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在學歷 我發現空虛感 就是這個東西幹五年以後呢 我雖然It's good 我很厲害在這個東西 但是我找不到一個 讓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個東西 繼續幹下去 老到五十歲 然後再回來看自己 我有做的東西是有意義的 對我人是有意義的 但是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 我想要幹什麼 但我知道現在做的東西不是我要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去試個創業 創業聽起來很sexy 然後聽起來可能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 那在澳洲其實市場是很小的 兩千萬人 雖然歐幣很高 但就有很多的動物 然後人幾是很少 那我覺得我是黑頭髮 我理所當然應該去這個國家嘛 對不對 然後雖然我會講一點中文在那個時候 但是我從來一次都沒有去過中國 在我二十八歲之前一次都沒有 然後我不會寫中文 然後那時候 算了就去吧 然後 我剛去中國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裡可以找到我的夢想 但是再到上海 我一開始就去上海 第二天 我那個是轉 transfer到 在Accentia 上海的辦公室 我覺得我必須去辦你的中文 因為別人不會寫中文 在中國應該創不了業 所以我去那邊辦 那個到第二天的時候 住在hotel 大學 然後 因為澳洲那個時候 十二月是大熱 然後馬上到上海是大學 然後第二天 就重感冒 在一個hotel裡面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我只認識我們Accentia那個老闆 除了他一個人走 我在上海這中 一個人都不認識 那時候我打電話給skype 我媽媽發現 我靠 我這個聰明不是很乾的 我想回去了 第二天 大家聽說 咬緊牙關 還是蓋下去 開始學中文 到中國的影響裡面去做項目 開始學 原來print叫打印 那個channel叫通 那個渠道 不是通路 用中文的那個 翻譯這邊還不會work 還用google translate 所以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痛苦 但是 我發現 在我做這件事情 雖然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 我薪水被砍要很多 雖然到中國的時候 我發現 既沒錢 又痛苦 但是我感覺到 我很快 我在追尋一個 我覺得可能是我夢想的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要創什麼 所以呢 半年之後 我就離開Accentia 我開始 就是去參加 Star Weekend 然後那個時候 我想說 我要創業的話 我至少得跟創業人 一起去試試看 所以那個時候參加第一次 上海的Star Weekend 然後認識到中國人 尤其是年前 非常的有熱忱 而且能力超強的 我們參加Star Weekend 兩天半的活動 我們用一個晚上 二十四小時之前 完成拷貝的一個 Nike的App 然後呈現給一個 Fitness的一個 CEO在上海 二十四小時就拷貝 所以中國的執行 是無可遲疑的 目前沒有什麼人可以 兩個人 兩個人program了 那 那時候我了解 知心是很強 但是 那個時候 面對當那個CEO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為什麼用這個App 你對我客戶產生什麼價值 那時候我了解 我不太懂什麼是價值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熱忱又被打叉叉了 那直到 我覺得我找到熱忱的時候 我是去那個時候 我還是需要點income 所以我去一個 上康健康管理公司 去幫人家打工 那個是我朋友介紹進去的 所以幫他做我的consulting老口堂的時候 我同事學習怎麼去 了解中國人做事情 那他本身是賣健康的 所以他那時候健康服務就是幫 很有錢的老人 去調整他們的身體 然後我跟他們必須一起參加那個課程 結果感到極大的痛苦 他們就是基本上腳都爛掉 因為那個 有病啊 糖尿病啊等等 所以我感覺到那個 我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所以我感受到他們的體驗 那我想為他們創造價值 因此 我才創造我現在的創業就是這個 Wayboard Technology 我想讓他們透過這個technology 能夠improve他們的健康 因此人生 因此快樂 我感受到 做這個事情 我感受到極大的快樂 摔這個東西超難的 因為我完全不是學這個東西的 而且我完全沒有經驗在這個上面 而且這個東西非常花錢 但是我在這個做 而且實際上失敗 而且找人很痛苦 但是我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呢 雖然有這麼多的缺點 但我明顯感覺到 我不想放棄這個東西 而且我做的東西很有熱忱 當我每個人的分享 我就極大的熱忱 跟做這個工作的時候有極大的差距 這個沒什麼好分享 就突然前衛 所以我在後 我覺得找到的是 就是有點使命感 那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想分享就是 其實從小到我現在32歲 我有時候很多的假設 我覺得我人生是喜歡什麼 我應該幹什麼 其實從火箭到現在搞這個 其實差的超遠 我一開始覺得 我應該一輩子在澳洲 然後跑去一個中國 然後現在回來台灣 就是 其實我想鼓勵大家 多去實驗你的假設 你覺得你想幹 你趕快去做 那這個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可以知道 你到底喜歡什麼 還是你真的是熱忱什麼 還是這真的是你的使命 這差距是很大的 使命是天下道奉棄你的時候 你不會奉棄你自己 這個是我覺得是使命 而且不只是自己 這個做的東西可以幫助到人 透過別人快樂 回饋給你 會覺得更大的力量 這是很棒的 那我覺得 Style Weekend 是一個很好測試的工具 大家可以多試試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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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